歡迎來到恭喜發財一個離不開投資理財的頻道 在影片開始之前你誠心誠意的播放了 就請你大發慈悲的訂閱吧 今天要來介紹國內第一大金控股 國泰金2882 國泰金控成立於2001年12月 成立初期以國泰人壽為主體 並於2002年起 逐步增加國泰銀及國泰四季產險等值公司 扩大經營版圖 先已成為100%控有國泰四華銀行 國泰產險、國泰證券、國泰人壽、國泰創投 及資產管理公司的金融控股公司 旗下子公司如下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信公司 成立於1962年8月 1964年11月 封准股票正式上市 國泰人壽市占率 台灣市場排名第一 國泰四季產物保險股份信公司 成立於1993年 為台灣第二大產物保險公司 國泰四華銀 由元四華聯合商業銀行與國泰商業銀行 於2003年10月27合併後更名而來 並於2007年1月1日合併第七商業銀行 12月29並入中聯信託投資股份信公司 國泰四華銀行在信用卡流通卡數及消費金額 極深國內前兩大信用卡發卡行 國泰綜合證券股份信公司 擁有證券經濟 自營與投資銀行業務 2022年國內共有15家監控公司 佔台灣全體貨幣機構合併資產與禁值約佔八成左右 截至2023年年底總資產高達12兆新台幣 是台灣規模最大的金控 國泰金控於東南亞布局欠礦 海外銀行約65間 人壽201間 產險28間 資產管理2間 證券2間 國內競爭廠商 受險業務向來國泰人壽營運重新 在台灣地區市占率將近三成排名第一 其次為富邦人壽 南山人壽 新光人壽 中華郵政 監控方面 國泰人壽公告董事會決議 將發行10年期以上累積次順位普通公司債 發行總額為上限500億元 將市市場行情及客觀情勢與董事會決議起 一年內一次或分支發行 宣布啟動時尚最大筆發債來強化資本 鼓勵偵測 連續14年配息 公司去年配發先進鼓勵0.9元 以目前股價值預計算為2% 連續14年中13次完成填息 有3年超過5%以上 國泰金雖在去年配息很差 但在近10年中平均配息幾乎能在2塊 所以就技術圖中可以看到 當公司能配發2塊股利時 以值率5%計算 當股價小於40都是很好的機會 散戶不僅可以賺股息 也有價差 但近期股市強勢 加上公司獲利對比去年整體回溫 目前的股價要再往值率5%靠攏 較有難度 所以如以今年能配發2塊前提下 以4.5%會較為合理 如價位有在44.45之下 則是機會 不過國泰金於去年Q3法術會提到 今年股利能需看去年整體獲利 而去年國泰人壽資產重分類的未實現損益 加上其他權益變動數為證數 所以今年的股利應該會比去年好 因此投資人可以假設 星期股息1.5塊至2塊 會是比較有機會出現的股利數字 獲利方面 2023年Q3累積獲利3.81 ROE12.3% 近10年來除2年ROE未達8%以外 其他時間的股東報酬都很好 此外23年獲利Q3累積已超越2年整體獲利 所以今年要配發的股利 也能比去年還要更好 而目前已知11月字節益余退至3.58元 主要是受國泰人壽稅後淨損98.3億元影響 單月損益主要是反映台幣大幅升值 但國泰四環銀行及國泰投信 獲利已超越去年 而近日12月累計益余也出爐 12月持續虧損48.2億 導致EPS獲利退至3.24元 但整體來說還是比去年好 股利決議也有機會比去年還要更高 正中控每股淨值41.46元 近10年來當公司淨值比將近一倍或一倍以下時 散戶買入存錢賺錢的機會也大增 就此圖顯示當K棒低於藍線或接近時是不錯的存股機會 而當K棒位於綠線與藍線中間時疊幅也會相對較小 因此如想存國泰金的朋友可以藉由股淨比來增加勝率 因目前K棒在綠線1.1倍上不算超值 但因去年盤整區間已長達一年在此線遊走 股價相對下方有支撐 所以小資主可以採取聯股投資 等待股價有低於或接近一倍以下再出手整張 此外再看金控股時 要查詢資產負債表 由於受險容易受市場波動影響 產生淨利或競損 所以公司要能配出股息 則要保留源於加其他權益 合計加種不能為負數 因目前Q3合計加種還多3000多億 所以今年要配發股息應該不成問題 至於多少則有待董事會決議 初分級400張至80張為2.03% 80張至1000張為0.69% 超過1000張為76% 三個大戶佔比總和來到78% 散戶持股比例10張以下為6.86% 10至50張為7.11% 初分級對比22年W03週 當時股價高檔67塊 千張大戶持股比例78% 以目前來看稍微減碼2% 而近期週也有稍微下降趨勢 不過21年股價40多塊時 當時大戶也大約在76%上下排回 因此可以假設%數為大戶最低標準 只要持股比不再下滑 則代表大戶有機會在此區間中封地吃貨 而在此途中近10年走勢力 雖目前現價還不算價值投資區 但長期格局來看 算是第二個位階較低的地方 因此也是一個相對的支撐區 接下來看看公司股價約限量走勢 紅色區間為昂貴價 橘色區間為合理價 綠色區間為便宜價 目前股價位於合理區間 首先我們在走勢途中加上一條靜值線 可以看到途中有兩次低於靜值 加上前幾年都有兩塊股力 所以殖利率的保護 以及被市場低估時 獲利的機會也就大增 此外途中目前K棒皆為低於3年與10年限 代表現價成本比大家還低 不過由於軍線還在上方 相對是呈現壓力 因此要大漲也不易 另外在KD方面 還處於高檔有機會往下修正 如果K棒能往黑色線靠近回檔 至合理區間下緣 此時出手也將更為安全 但因目前有區間盤整支撐 股價要下跌則有待觀察 總結來說國泰晶在金控股為第一大 要倒閉的風險極低 如果小資散戶想開始存股 則是不錯的一檔選擇 但因公司股價較高不容易一次買整張 所以用鄰國投資或定期定額的方式 會更加安全 此外國泰晶雖在去年11月12月獲利倒車 但撇除受險虧損外 國泰司法與國泰投信 年度獲利金額創下該行史上新高 如未來市場可轉往降息 將會對受險有利 當獲利回升鼓勵則有望回到水平 以上給大家參考 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這邊 喜歡的朋友可以透過影片下方 超級感謝給予創作者一點贊助 或者透過加入頻道給予支持 並且可以觀看更多的會員隱藏版影片 如剛好正在存股或是在考慮買進的朋友 不妨提出你的看法一起與我們討論 最後恭喜發財不忘提醒 投資以財有賺有賺 請謹慎買賣聚當韭菜 想要不當新手小白 就請訂閱恭喜發財 今天的五分鐘看個股就到這邊 圖片資訊來自台灣股市資訊網 內容資訊僅供參考並無推薦買賣之一 投資人因自行殘淡交易風險